我们在施肥的时候呢 其中的假元素呢 在假肥啊 它有两个作用 第一个作用呢 它是运输作用 你开始认为呢 植入筋梗中的运输汽车 一个呢 把它产生的糖分 往下运输 运输的各个部位 第二部分呢 就是根部的吸收的控制元素 往上运输 运输的各个部位 它是第一个作用 运输车辆 第二个的作用呢 假肥呢 可以促进筋梗的木质化 就筋梗变硬啊 所以说呢 我们知道这个原理之后呢 我们一般的老百姓啊 他有个食肥习惯 叫前期高蛋 前期高蛋呢 就可以说呢 全脚 脚肥不足 然后呢 后期高脚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却蛋肥不足 这个食肥习惯行不行呢 这个习惯呢 是不行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一般的浓库呢 前期食体肥的时候呢 用了很多有机肥啊 或者用了肺炼 或者用了尿素 前期呢 它是蛋肥过高的 然后是底肥的蛋肥过高之后呢 你再用高蛋肥 是不是蛋肥过量啊 同时呢 是不是严肃的缺假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牛肌呢 它非常耐啊 筋梗非常耐 并且同时呢 容易出现突爪 然后筋梗的耐 会怎么样呢 它会生成病害 所以说植物的前期呢 很多病害 像筋筋腐病啊 是吧 若活若果呀 就 能到突爪到什么呢 若活若果 筋筋腐病 双肥病 闺蜜病 病人特别多 是白肥病啊 这造成什么造成呢 就高蛋肥过高 造成缺假 缺假的造成缺钙 因为钙 缺了钙之后 没法用出钙吧 所以造成了筋肌变内 变软 不目之化 是吧 这是高蛋肥影响的 所以说呢 像我这边的技术呢 就一个技术 我们施肥的时候啊 如果你用了过冷的蛋肥做体肥的啊 高蛋肥之后呢 我们浇水的时候 滴水啊 不要再冲高蛋肥 一定要选为选用高甲肥 所以说很多农库啊 现在中国吧 99.9%的农库呢 滴水呢 都是用高蛋肥 所以我建议呢 翻过来 识破天经啊 我的话啊 冲高甲肥 然后我们到了后期之后呢 我们到了后期之后呢 有没有必要冲高甲肥呢 我们也没有必要 万物生长呢 磕叶片 但是呢 还有一点磕蛋肥啊 你用了高甲肥之后 是造成全蛋 所以说呢 你后期中的高甲肥 过量的食用高甲肥啊 会造成的黄头 黄叶 筋粉变细 然后呢 因为全蛋之后呢 果实变小 像特别像番茄吧 会怎么样呢 出现清甲果 特别甜 因为全全蛋肥嘛 甲肥不饿 然后酱油果 甲中毒 所以说呢 我们做施肥的时候 前期高甲 后期高甲 是严格的错误 然后呢 后期高甲之后呢 我们特别种黄花 高甲之后呢 金根变硬啊 出凝固之话 它不长了 金根变硬来长长啥呢 造成错误的走衰啊 所以说呢 后期的甲肥过量呢 是我们走衰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 一个施肥错误 做成绩 做成绩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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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